Lio聊世纪,天天中更新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来看达罗P图人对上印度斯坦人 这场比赛是Super Drive 4 Feet的一场比赛 那这场比赛的特色是这个循环赛 玩家们选择的6个文明 只能在全部的比赛中一直使用 所以就没有这个一直重新选文明的问题 所以只要Hera选择了印度斯坦人 这些下来他对上其他的对手 也一定要选到印度斯坦人 或是选择其他的 他就选择6个文明,以内的文明 所以呢,这边打法 这个选择的文明就会相当重要 但这边Dark这是选择了达罗P图人 Hera是选择了印度斯坦 两个文明我觉得选择没有问题 那先来介绍一下达罗P图人特色 达罗P图人的这个捕鱼呢 是有双倍捞鱼的效果 捞的鱼可以捞得更多一点 所以他前期如果缺肉的话 需要自己手动放肉 但是这边一开始肉是200肉 所以手动放肉的需求 可能没这么需要 好,那这边 哇,放个两次 就直接放好放满 就有肉可以放 那这边印度斯坦人呢 这边的特色也是 那其实呢 印度斯坦这个文明 在印度王朝出来之前 是也有这个捞鱼的效果 但这个捞鱼效果 是直接分出来了 给达罗P图人 那达罗P图人的特色 稍微介绍一下 双集的时候呢 会给免费的200木头 这200木头呢 可以利用潜压政策 这个潜压工程器制造所 去出投石车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这个打这个生铜 因为它的工程器单位的木材消耗 也是稍微少了一点点 那如果不是打潜压策略的话呢 也可以去赶快撒农田 或是补车码头补鱼也OK 或是开TC 都是很好的一个能力 那达罗P图人呢 它比较有特色的东西 是这乌之钢科技 可以让自己的骑兵单位 跟步兵单位呢 都有无视敌方装甲的效果 所以它的正面 其实也是蛮厉害的 而且达罗P图人的 军营科技呢 是半价的 它的剑兵勇士 跟骑兵 都可以升级的非常快 那达罗P图人最强大的 应该是它的相公 像大象攻兵呢 有这个攻速加成 还有战毛兵 它的大象还会自动回血 所以其实打起来 算是蛮厉害的一个文明 而且还有火炮 好 那刚刚这边大壳有稍微 卡人口 卡了一个人口 哇23秒吧 这尴尬 25秒的话大概是一只村民吧 那接下来介绍一下印度斯坦人 印度斯坦人呢 那这边最大的特色 是它的所有的黄金兵 都特别厉害 古拉姆可以克制宫兵 帝王骆驼可以克制宾兵 火枪兵可以克制宾兵 而且它的火箱 这个印度火冲 射程加2点 所以印度斯坦人呢 是非常吃黄金的一个文明 那这张地图中 黄金数量是非常多的 再配合它的大干道的 银罐科技 可以让它的黄金 远远不绝的一直产生出来 所以赫罗拉这张选 因为印度斯坦人 我觉得有它的道理在了 印度斯坦人呢 它的3TC开下去之后呢 村民的费用也是非常便宜的关系 可以更快的产生村民 也不会有卡人口 可以编出村民 又可以编出帝王过陀啊 或者是编按这个火枪兵 都是一个不错的策略 那城堡斯带石这个效果 让印度斯坦人的 中期实践的发育 也不会太落后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两边的一个策略打法 目前看到大壳这边是 选择了开了一个魔防 这边大肆捕鱼啊 哇 这个鱼捞得非常快 这边肉量来说 应该是大壳这边会稍微有优势 但是它这边刚刚 城镇中心的闲置来到了23秒 稍微少了一点点 那这张地图是游牧开局的刑事关系 所以大家开局都会用这个羊 先去探地图 反而不会把这个羊拿来吃 拿来探图更重要 通常都是会先捞河池旁边的鱼 那这张地图有点像是 非洲林地空地的那种感觉 但是它的野生动物 好像稍微少了一点点 而且鱼池的鱼更多了 而且每个大池塘的鱼肉 都非常的丰满 那开局方式呢 也是要跟这个非洲林地空地一样 尽可能地开在木区旁边的 游池旁边 这样你去旁边木头区开TC的时候 也可以确保木头的来源 而且你也不会因为 开在木区的关系 要跑来吃鱼群 又要走段路 所以这个算是这张地图的开 算是一张细节的一个打法 那如果你在打非洲林地空地的话 也尽可能选择在鱼池开 不要在木头区开会比较好 好 那这边是看到Duck 已经升级到了封建时代 可能是想要打一个封建爆码 那Hera这边也是喔 两边都是一个提早爆码的一个策略 好 先来加快一下 那这边Duck这边好像又不一样了 这边有在挖金矿 难道是要直层吗 看起来是要直层喔 这里没有放菊影 就不会是打封建快攻了 好 两边都是一个直层 18只村民 然后补士级跟兵工厂 就可以升到城堡时代 18村这个P数通常在一般的阿拉伯地图 不太可能可以这样升级成功的 所以Duck跟Hera这边 应该是有特别列过这张地图 知道这张地图的特性 好 那WP图人 这边已经点下了城堡时代 Hera这边Law稍微少了一点点 尴尬了 慢了几秒钟 那这边可以明显看到 Hera的村民数是稍微领先对手的 19村对11村 也是应该Duck村民 城镇中心闲置了 迪格的关系 而且Hera这边还有一个细节 他偷了一个织布 所以这边就会看到 村民是直接领先两层 这就是职业高手们 一些前期的一个细节 我来看一下 好 但是DoubleP的这边Law稍微比较厉害 还是有优势 多赢了100肉 OK 两边上了城堡时代 Duck应该还是会选择开TC的策略 先去把经济搞起来 应该是看到对方应该是在对角线 所以两边离得越远 谁先打快攻就越劣势 因为你的进攻成本 远远是高于防守成本的 所以Hera这边应该也是会采取Kainon 两边都是Kainon 这是比较明智的 很有可能会直接进入大后期 那印度斯坦人呢 这边3TC开农 又是我们刚前期有提到 肉很便宜 所以可以一直 村民很便宜 所以肉可以一直按村民 所以这边Hera也有可能会去买100石头 待会去直接开下4TC 再把TC往前开就去捞鱼 这是有可能会遇见的事情 不管怎么说 两边的打法都是一个开农 然后捞鱼策略 农田都没有补 然后赶快去捕村民的一个打法 果然买了100石头开了TC OK Duck这边也是喔 买石头盖TC 这边买得更早 那为什么会这样做 最主要是你去挖石头 花的时间还是很长 不如就直接去挖金喔 去做个经济调节喔 其实是比较好的 所以有人会说 这个停金或是不停金到底哪个好 其实也没有一定的正确性 只要你能把黄金有效去做一个有效的转变 会比较好 不要把这种黄金都放着布花 去没有转出其他经济科技啊 或是开下第4个TC 第5个TC 这样子的话你停不停金喔 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好那这边印度3是补下了马厩 这里马厩是放在前方 没有放在家里 好那WP2这边也是把建筑往外开 把修道院开在了外面 左边这里也是维石 两边都是一个镜像对局啊 直接选手我们的思维 都是非常像的 因为他们都知道 这是最佳策略之一 这个斯基帝国也是一个细节累加的游戏 你的细节做得越好 你的优势就越大 好那两边稍微来看一下 看一下对方状况如何 那这边HERA也可以选择5TC 那第5个TC有可能是点下帝王时代之后 才会开下第5个城镇中心喔 那这个是比较保险的办法 如果现在开的话 上帝王时代又会再慢了一点点 那我是觉得对于印度斯坦人来说 可能差别不大 但我觉得TC如果要补的话 也是点帝王时代之后再补就好了 那当然也可以选择不补 那如果对方是已经开始打军事的话 那就不能补TC了 如果对方还没有打过来的话 就可以补TC了 好 《卓辑上的游戏模式》 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这边看到HERA这边是补第5个TC 补在正前方 那Dark这边没有补TC 那这里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到的一个分支点 好 那分支点来了 Dark这边是稍微提防HERA 好 补了一个大学 但是Dark这边帝王时代没有补 因为这边城堡没有盖好 所以没有办法升级 稍微delay到了升级时间 好 这个过来自第一 好 两边直接升到帝王时代 再看一下两边帝王怎么打 开局直上帝王 好 补了一堆射箭场 好 那这边DarkP图就没有要开第5个TC了 好 那HERA这边是5TC 然后继续按存名 然后补了一根城堡 直接要上骆驼吗 先升了马凯 还有化学 这里可能还要代付一个冰工厂会比较好 双冰工厂赶快升级 科技会更好一些 因为当然冰工厂会升太慢 你一个单纯融合状况 孙电王时代双冰工厂还是比较有效率一点点 而且你要转勾兵铠甲 还有转这个马凯的话 他的时间还是要满长的 好 那这边HERA是选择了单兵工厂升级 然后选择下了非常多的射箭场 这边应该是要来转火枪兵了 印度火冲 刚刚开局有听到 好 我们这个印度火冲射程非常远 射程9点的 那WP图这边应该是走向功龙 拇指环跟二级射一直都在研发当中 好 这边是相公骑兵出来没错 那相公打骆驼 可能是帝王骆驼是稍微有优势一点点 那以火枪打相公来说的话 火枪就会稍微有劣势了 那火枪这边有射程上的优势 所以战时如果秀操作的话 还是能打一点东西 那待会势必要转一些僧侣 或是要转帝王骆驼 去扛一下相公才可以 或是要转战毛兵也是OK的 毕竟印度士坦的三攻三防 弓兵都是OK的 好 WP图 这边要去思考一下 那对方的先行打法 会不会是骆驼呢 如果是骆驼的话 相公骑兵会稍微有点危险 那数量少的话是没有关系 好 还有呢 这边补了一个弓兵铠甲 弹出火枪 还有一级挖金 到了P图化学真的研发 三级射还没有点 好 刚刚讲完就点了 好 左边补下了军营 这边可能是要转枪兵 这边枪兵的升级非常便宜 预防骆驼 相公的话就没问题 这边的策略打起来是相当舒服 印度斯坦这边没有转出骆驼 反而是转出了战矛兵 好 OK 那跟我就想差不多 火枪配战矛 这个打法是暂时比较适合解 DWP图这边的配兵组成的 好 右边这里稍微对拳一下 把这个枪兵 配火枪搞定 这边精锐相公有点了 两边直接浓到30分钟 直上大后起 真的快啊 有能捞鱼的地图 真的是升帝王时间特别快 出关时间特别的早 但是这边科技三级稍微慢了一些些 到现在还再升这个工坊的部分 Hera这边直接是三级工兵铠甲也直接提升了 马卡也没有继续升 直接轨战矛配火枪 那这里火炮也出来了 印度斯坦也有火炮 那WP图也有 这边就火炮的一个状况 那以WP图来说 遇到这个情况 可能要转肉马 转肉马会比较好打一点 好 这边点下了医疗罪 还不是点下金冠乌之钢 那有人说 那这边WP图转边剑兵或者是剑兵勇士呢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去支持自己的相公产能 加上剑兵勇士的话 黃金可能会有点吃紧 直接转马的话 再配上乌之钢去骚扰对方的战毛兵 可能会有点效果 但可能我觉得效果不大 转剑勇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项 那这边大家可能想要争取一点时间 想让自己的大象公兵再成型一点点 目前我是比较看好Hera这边的配兵组成的 因为大象公兵是很害怕战毛 好那印度斯坦Hera这边是转出了肉马的升级 转一些大肉马去侦察 打一些金冠星也是不错 那WP图这边越跟着打肉马的话 可能会越打越劣势 因为人家印度斯坦有大肉马 WP图却没有 而且没有品种 也没有三级马凯 印度斯坦本质上还是一个马国 所以跟印度斯坦拼马 就是一个不太明智的策略 可能还是要转剑勇 会比较好打一些喔 但剑勇又追不到印度斯坦的肉马 所以这边防守战 WP图要去思考一下该怎么打 好Hera这边带试探对手的兵力 现在是来到了多少 这边用战毛兵去偷换了一只大象 战毛集火一只就是一只象公啊 战毛兵打大象公兵真的是舒服多了 很痛很痛 大象公兵完全扛不住 火槍开始往后拉 火炮往后撤 帝王骆驼还在升级当中 这是重中骆驼 直接先升大肉马 但是战毛兵数量有点少 要不要补一些战毛呢 战毛还是一发头卯一只象公 现在没有办法了 火力不够 大象公兵数量越来越少 WP图这边还在继续按象公 这边不斩步兵的原因也是因为印度火冲 射程非常优势 但是刚刚直接用大象公兵 点掉Hera所有的火枪了 所以这边就可以考虑 要不要转下剑兵勇士呢 当然Hera这边也可以继续转出火槍兵 那这边Hera直接选择了 比较省自愿的方法 转出了战毛兵跟肉马 先稍微消耗对方 但是要继续打正面来说的话 只靠战毛是没有办法解决事情的 这里要赶快去转出帝王骆驼 然后铲出大量地落 才有可能打赢正面 看Hera这边的食物相当吃紧 骆驼开始按 这里战毛兵已经没有要控了 原地让他自动开火 控好火炮不要送掉就行了 这时候大洛P2 家里已经慢慢转出了火炮出来 也要来慢慢攻城 大象公兵的抗线能力实在是很好 这骆驼怎么走到奇怪的地方 一直一直的送掉 这里有点亏啊 丁王骆驼的集结点似乎没有射得很好 大象公兵直接碾压 Aera这一波很难打 三攻补下了 丁王骆驼 数量慢慢来到了17只 但是相公的 凭着自己的坦度 开始在压制少量的城镇中心 开始在闹村民了 至少Hera点下1级农田 这时候只靠捞鱼 是没有办法支撑自己的地落的 好 这里点下工会支柱 好 这里火炮想要点战锚 不然这个战锚一直在走位 好火炮一个反击 没有预判成功 两边互相反打火炮回去 好这里预判成功 nice Hera这边一个TD版 成功收掉了WP2的两台火炮 面图斯坦这边点下了三级弓 三级弓点下之后 伤害就会再输出高一些些了 但是现在最大问题是农田不够 这个二级农也要赶快补一下 只靠捞鱼 生活快无法治理了 好这里农田 村民可能要再补一些 但是其实Duck这边的黄金被消耗的非常多 但这张地图黄金量是非常充足的 所以暂时是不用太担心 黄金被消耗完的问题了 WP2这边果然是转出了步兵单位 转出了边剑兵 OK 这里转边剑兵就会好打很多 如果能打到地一下的话 还有破碳伤害的效果 好这里帝王骆驼好像要出来了嘛 帝王骆驼打相公伤害真的是很痛 喔这边相公直接拉了少量部队 去点掉了火炮 要不要拉几只村民去修一下火炮呢 帝王骆驼凭借自己的坦度 往前开始输出 输出也是不错的 这里有160滴血 还算是蛮能扛 但是骆驼还是很害怕箭矢 所以这两个单位是相爱相杀 好大陆P图这边开始转出边剑兵 农天科技还没有点下 这里用火炮开始打回去 阵地战来说大陆P图可能会更有优势一点点 但是遇到大量的帝王骆驼 还有战毛兵 巨型投石基地直接被点掉 火炮这里有点危险 看要不要再往后拉一下下 要不要再往前 自己的火炮可能会被收光 现在一直用火炮想去点掉 达罗皮图这边的大象弓兵 好这边开始变闪针 那有空隙的话 大象就不会全部聚在一起 被火炮集火 但是战毛兵一直扛下去 继续扛住正面的前线伤害 好 哇这个战毛兵打象弓真的是好用 好有边界兵出来了 三级的步兵铠甲也点下 好大陆P图也点下农田科技 也要开始转农田了 好Hera这边农田终于撒好 这个到底是怎么边控前线然后边撒农田 这个Hera真的是手术极快 虽然田傻得很丑 但是要赶快用最坏的手术 去把这个农田搞定 然后大家回归前线 好这边战罗皮图点下了精锐 边剑兵 攻击力来到了10加6 只要边倒一下 骆驼跟战毛兵都会突然爆血 但是战罗皮图这边被消耗的有点太严重 战毛兵开始明显打出了优势来 帝王骆驼也开始把对手给反推回去 感觉达罗皮图这边的转兵有点太慢了 看到骆驼不是要转枪兵 就是要转剑勇 边剑兵的话我觉得蛮看状况的 这个时候产能其实也够 转边剑兵也行 但是边剑兵的缺点就是还是很软 他只有65滴血远防4 所以遇到火枪还是很容易被蒸发掉 好 战毛兵再次往前 这边大象弓兵再补一下数量 好 边剑兵这边终于数量起来了 这里只要勇往直前 打到一下就算我赢 来 开边 哇 这边一定要继续撤 再继续撤才行 不然被鞭到的话大量战毛会直接倒地 好 这里Hera决定使用自己的帝王骆驼 去扛住这边 吸收一些边界兵的伤害 后面的火炮继续输出 虽然损失了一些帝王骆驼 但还是Hera拿到了前线的优势 打了皮图人 这边的边界兵继续补了过来 好 但这边好像没有第一时间输出 好 看来边剑兵有点扛不太住 好 上方这里有一个手打斗 正面偷挖石头被抓掉 打枪攻兵被战毛兵按在地上摩擦 好 硬直才能终于点下了银罐大干斗 增加一下黄金的提升效率 好 那现在有少量火枪 战毛帝王骆驼火炮 这样的配兵组成 大罗匹图人会不好打 一定要转火炮 去压制战毛兵 或者是压制后方的火枪兵 正面上才有可能打得赢 这三个小弓是不小心到的 走会有小弓 印度士坦要转弓兵吗 不可能吧 好 那大罗匹图 这里发现 哎呀 原来我是攻击力 没有点上去啊 难怪边剑兵的持续伤害好像是那么的痛 好 但是还是有点缺漏 大罗匹图人这边赶快把农田撒了出来 好 Hera在右边慢慢升推 城堡越差越多 开始要来左右开弓了 好 左边这边挖到 抓到这边挖金矿龙村民 剑兵这边再次尝试往前啊 没有 选择了后撤 好 这边大象弓兵 哦 贴到了 这里直接倒了一排战矛 边剑兵的爆发伤害很痛 好 边剑兵这一次再次往前 哇 这里边到了非常多帝王骆驼的血量 帝王骆驼这波可能会扛不住 因为边剑兵这一次站上了上风 直接边到了大群的帝王骆驼 边剑兵的伤害直接打了出来 好 这里边剑兵果然是成功突围 但Hera这边呢 要赶快重新集结 帝王骆驼要赶快去保护 进行火炮 然后先打下右边这一坨 好 就点掉了一台火炮 等火炮点完 达罗皮图就有机会反推回去了 好 这时候印度伞也点下了步兵铠甲 这边难道是要转古拉姆吗 转步兵铠甲是要转什么呢 真的是要转古拉姆 古拉姆 古拉姆打大象弓兵 这个很有想法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帝王骆驼 加上古拉姆 还有古印度火葱 三个黄金兵种都出来 扛大罗皮图的正面 能不能扛得赢呢 大罗皮图这边要确保 这里的黄金 继续要空下来才行 左边这里也是 好 边界兵再次上来 继续打正面 噢呦 边到了一下 这个血量真的掉得很快 好 边界兵真的扩散伤害太痛 直接边爆 好 本质量太少 没有办法成型 然后皮图点下三弓 感觉经济快要撑不住 Hera这边的经济反而是非常的优秀 134吋 支援量库存 每个都有四位数 非常的安心啊 不管是要进攻或是打多线啊 都没有问题啊 好 右边这边多线 感觉Hera是稍微 有点有进展 这根城堡有点危险了 后面有边建兵一直在边村民 村民这血量掉得很快 好 三弓点完 这里应该是能够拿下 这里军群投司机还在输出 村民可能会变成道德堡 好像盖好了 还没有办法 83% 好 回到这边 这边部分还在有少量打到 这时候WP2所有的大象工兵 已经说全部损失掉了 Hera拿到正面的优势 WP2这边只能转出边界兵了吗 还是就去转一些象工呢 没有机动性的单位 所以打战毛兵还是有点难打 还有抓这个火炮 所以 但是又不能转漏马 转漏马的话 甚至连伊多斯坦的大漏马 可能都打不太赢了 好 这根城堡最后还是被拆掉了 这里赶快 应该是取消的 这里拆掉军群投司机之后 赶快撤离 回归中间战线 但这边有非常多的边界兵 开始往前 火枪兵能够阻挡这边边界兵吗 边界兵 能不能到后面摸一下火枪兵 摸到火枪兵 就算赢了喔 摸一下 哇 边到了 大量火枪直接被边到 这个扩散伤害的效果 边到了伤害 哇 伤害很痛 只剩下半队的火枪了 但是边界兵的数量依旧还是不够 WP2这里被消耗得非常夸张 资源量已经要见底了 但是HERA这边的黄金数还有3000多块 这时候大盒打错了GG 我们恭喜HERA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最后出了204的边界兵 但是还是扛不住啊 好 那来看一下经济 经济的部分是由HERA拿下所有的资源胜利 没有到所有资源胜利 拿到最后的资源胜利 引了大概快要5000资源 那黄金还引了快要7000 三个胜物 失误的话是WP2比较多 但WP2有这么多食物 却没有办法转出更强大的兵种 这确实是一个苦恼的问题 不管是要转肉嘛 或是转大象 都会被帝王骆驼给压制住了 只能用远程单位来克制对手的话 只能用火炮了 WP2没有坚持继续用火炮 跟伊都斯坦对打 反而是使用了大象弓兵 作为扛线的手段 再用兵剑兵去尝试突尾 但很可惜 这些方法都被Hera给挡下来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这了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请记得把下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咯 各位掰掰